T.S.Ellian 我們今次講的就是T.S.Ellian 我想大家都是因為他這麼明星而來今次的私會 簡單說一次究竟他是誰 他的全名叫Thomas Stone Ellian 他從1888年出生到1965年 他生長在一個其實都是很顯赤的家庭 他爸爸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他媽媽也是寫詩的 所以他的家庭背景其實是挺優越的 他寫詩其實他不是特別多 但是他每一首詩都是非常高水準 他曾經是寫一封信給哈佛的教授 他這樣說 他說 他說 My reputation in London is built upon one small volume of verse and is kept on by printing two or three more poems in a year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that these should be perfect in their kind so that each one should be an event 他要求他每一首詩都是perfect的 所以我知道他對自己以後的高 他不貴多 但是他貴精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Trouper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a is upon a table Let us go through certain half-deserter streets the mattering sweet treats of Venice lights in one night cheap hotels and so does restaurants with oyster shells streets that follow like a tedious argument 他好像是在說美好的東西 和污染的東西 和污濁的東西 和污濁的東西 在一起 他亦都認為 create a murder 我就不清楚是否說 這些景色 就是有一種 這種污濁的情況下 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回到過去Renaissance的時代 好像就有點困難了 我就不肯定是否這個意思 詩人的生平事件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詩裡面的 他用的字是event 因為他強調是dramatical monologue 那就是戲劇 戲劇裡面 劇中有一個獨白 在說處境發生什麼事 重點就是那個event 就不是詩人的生平 這個主角叫Albert Proven 根本兩樣東西都可以移 故事都可以移 所以背景就是 一個Otoba的夜晚 時空叫出來 即是說 大帝跟他打領 就出去辦餐 OK 那為什麼會見到 women come and go 在餐館那裏 很多的紳士淑慮 但是所去的地方 那些人都是 起碼是很高級的 所以說的話 就不會說三九九流 又說了很文化的東西 其實呢 其實呢 他的首詩 其實講來講的是 藉著這個虛構的人物 over approval 那時候的人 那種心態的模擬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你們覺得 就是 好像 那人會爛爛爛爛爛爛爛的 沒有甚麼寄託 這樣 不是說甚麼 他好像是很抗爛的 他說 他說October 早上你可以很幸運 但他想到是很激烈的 好像被人麻醉在桌上 你是很矛盾的 周圍那些Yellow Smoke 都是很激烈的 所以我覺得 Elliott 他本身是學哲學 所以他習慣哲學思考 他用哲學的術語 他這裏是特別長 說痛苦 是病人在手術桌上 不知怎樣說 面握著那種痛苦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guy Like a patient enterized the contact table 這是隔內體 是錄音部 其他沒有再用這種體裁 在手術裏面是很特別的 而且開頭的UNI 是不清楚的 有人說他人格分裂 自己自說自話 我不敢肯定 P.S.Elliott有三批師傅 第一批是沙士比亞時代的英國劇作家 第二批是Mathathysical Poets 第三批是法國十九世紀後期的私人 那時候他還是很年輕 1915年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love song 代表他將要進入生命 他下半身的生命裏 他對生命的一種奇距 或者他對生命的某一種夢想 或者一種experience 或者opinion 他因為想要出發 他或是anticipate到 將來會遇到什麼事 他在一個很不好的環境裏面 即是說你沒有 又time to time to murder 又create 會不會就說 我在未來裡面 我的人生之中 我可能會遇到什麼 其中可能有一些很罪惡的事 但有些可能是創造的 你知道 詩人通常都是創造感很強 我想他會不會是想表達 他要出發 他對人生的夢想之中 他可能期待 而將他寫得這麼隱悔的東西 當時他去Oscford讀書的時候 他就跟朋友說 我現在仍然是single 其實他想拍拖 怎料到1915年的時候 他就真的遇到Mimianna 即是拍拖和結婚 我想他寫這首詩的時候 其實他是anticipate 戀愛的 我也是 有一些anticipation Future of life 會是怎樣的 當時的環境 真的很不好 周圍打生打死 所以後面那些有Ford 又說醫生無助地 那個Patient無助地 躺在一張床上 好像等命運擺佈 會不會真的對人生的無力感 而他又期待會 anticipate將來會是怎樣的 一種所謂 好像一種狀悠 或者exploration 那事先自己 那些詩說 但我真的不知道 下面會不會太光伴 那些詩是怎樣的 其他一個問題 就是他反對詩說個人的事情 所以他用個字是depersonalize 即是不說個人的事情 因為他做 那時候已經是這樣的意思 第一手已經是這樣的 師不說個人 你想想 第一 他寫了時間 1910到1911 這個很肯定 因為他寫了之後 沒有人肯登 第二樣 有人訪問過他 第一次他四五十歲的時候 他答過那些訪問的人 他說 這個pulvok大概是四十歲左右 好了 到他六十幾歲 他再接受訪問 他說 不是這個人大概二十多歲 那他自身矛盾 其實呢 有很多詩人都拒絕 評論自己的詩 譬如 Bona Bata He 就是最出名 他從來不說自己的詩 你自己看吧 你看不明白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我看過Heading的時候 我真的期望是一個 講愛情的詩 當我看上去的時候 真的不是我想像中 那種love song 那種 還有 我都不是看很多 英國的詩 所以我看的時候 很辛苦 加上他周圍的 還有很多人的東西 我不可以說我很喜歡他的詩 但是 我很想 我想 了解這一個人 為什麼他會寫這個 因為他二十二歲 就是寫壽司的時候 那為什麼一個年輕人 他想的東西會是這樣的 對 我覺得 我想清楚為什麼Erik 想的東西是這樣的 製作人